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两天 由河内飞曼谷 因为在越南河内那些凸骨始终不甜 我本身是喜欢凸骨的 特意专程飞回曼谷 找一些古法的泰式恶魔就可以了 接着约了台湾 有一些朋友没有见过来 见面聊聊天 飞过来台北 顺便有人去探望祖廷 而我年轻的时候 在台北临祭址 就试过短期出家 在台北临祭址 在那裡就学不少东西 既然一段时间了 就回去拜后 今天继续讲股 查博士讲股四大探长 四大探长有时间讲 之前讲了很多探长的琐碎事情 好笑讲到在警察部探长不是官 他只是袁左级 他不是官 在邦板院上叫警官 大家看到了 如果到警司就有宪布出宪委的官 所以以前那些环头警司 例如在旺角做警司 或者在尹麻地做警司 某个警察做警司 通常就加封一个叫官守太平身士的 这个是涵给他的 官守太平身士 即是说他退休之后 他离职 这个太平身士的职位就会没有了 那叫官守太平身士 以前现在环头区域的那些民政主任 都是有个太平身士官行的 很少讲到这些警官阶级的 大家都知道 原来那些官势权大的探长 好了 但到上一个阶层 做到警官 在警察部 究竟有没有那些盲人呢 当然有 但赚钱不够那些大探长 很厉害了 还有我们在警官的阶层 最大问题是 它有几个关要过的 比如你进去考 以前进去考建杂督册册 就是做帮班仔 一粒花 但是 入学堂的时候 你考试 就算考到 都是两个太平身士 担保才可以做到的 所以以前那些多数帮班仔的家企都是中产阶级 起码读完那个中陆 和一些名校出身 怀孕 比利特首次就是怀孕出身 有些是黄印 有些是拉沙 英文比较可以的 才可以考到做建杂邦版 建杂邦版一粒花仔出到来 一年内行为良好 或者两年左右 应该都要两年 那才给你加多一粒的正式 是成为督策 两粒花 要不然你工作表现不好 由你建杂邦版就可以 所以不帮你坐一粒就隔走你 所以以前也不容易的 但是他那个游戏跟那些普通的警员 沙展探长完全是两套文化来的 我記憶中有一個方日輝 就是總督察的第一個華人做總督察 第一個做警察幫辦的 我都講過了 那個楊財1948年 另外第三個就是陳昌全 即是華人做督察的 讓開來講 他們最難在兩粒花幫辦變成高級幫辦 經過那個時間沒有什麼犯錯 都自動變成兩粒半 即是我們俗稱兩粒半 高級督察 那時候香港人口沒有那麼多 變成在那些警署 香港警署 劉浮山 沙羅國警署 調警嶺警署 兩粒花已經可以做處長了 我有一個兄弟 大班周 叫周滬勝 那時候他兩粒半而已 已經在尖沙咀做副處長 做清理ASDI 一會兒再講到 在這些幫辦級的官員 有幾多趣聞的 警司級反微笑 因為警司級是憲委的司級官員 變成了去到那個階層 多數都比較好檢點 即是內部守則都很多 即是通常他又要顧自己身份 你的其身不正 你怎麼管你的下屬呢 你要受人尊敬 最硬正的那些 就是兩粒半 因為由兩粒半升三粒花 是一個很大的關 不容易的 即等於你由原左級的警員階級 三柴升時殺 又是一個關 就算你了 變成了他兩粒半 如果他知道自己掘頭 正時沒得升的話 那些幫辦就串了 真的周時你的老闆都吹他不忍將在那裡玩東西 那你下面那些馬仔就被你租賊 有些人格很頑皮的 有些垃圾幫辦 尊同那些下屬劇水 又借錢不肯還 有錢喝錢吃 奉錢不肯還找數 差不多家裡那些 什麼東西古靈精怪 都找下面那些沙展 和他打點 那沒辦法的 你不怕管是脫管 那你說回當年警察部 有幾個幫辦就很過癮的 其實大家都很奇怪 以前當時是陳惠敏做老散的 他很能打的 那跟老闆集馬 他跟沙穴禮集馬 在深夜部 隔到隔斜 那當年警察部 說打得的警察呢 不是在警員的階級 三個都是幫辦來的 有三大高手 第一個 不過 萬明街打得 後來萬明街做了警司 萬明街呢 就是大聲砍掛門的 跟陳秀忠的 現在做了掌門人 大家上網搜集到的 萬明街 他長期都是在偵緝處做 做偵緝督察 高級督察 又做CID OCM 長期的 他沒有做軍裝的 如果當警察那些就過息了 第二個呢 就是潘伏器 潘伏器是打紅拳的 打紅拳的 以前那些大老家 希望有些世俗 在官方中的人都有照應的 所以他拌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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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 大阪你幫他的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當年我和上一集 和何國良集馬 就是大阪打電話給劉福勤 打電話給紅磡的處長劉福勤 所以劉福勤就 誰叫明仔進來 怎麼走來我警罵 打我們這些 打我們這些什麼 這個誰 當日我們上次沒有說 現在補充 當日就是大阪州打電話給劉福勤 給那個紅磡警署處長 那些趣聞就很多 希望大家台友 最近看一些新聞 時局就不是這麼好 肥仔今天搞事 但有一些集節目 最近我跟台長說 我是撞彩的 就說中了那個澳洲贏中國 我一定入三球 澳洲 至少三比一 應該有些網友 就肯信的 就會買中 但這裡補充一下 是有靈感的 是有靈感的 我通常以前 都很經常中波膽的 但我現在就沒有這麼細心 只顧著在國際金融 你總得多少呢 總得十萬八萬 但我們金融 動一下都不止這個數 但其實買波膽 如果你有心水 由十元買 買過二川三或三川四 中三場就不得了 因為波膽有十倍八倍 一百元 三川四都有四百元 如果十元就有四十 你從小十元買 中兩場過關不得了 十倍乘十倍都 有些很重很分 譬如有些四比一 那些是幾十倍的 是吧 你說你十幾倍 二十倍 三十倍 你三場中了不得了 一百元 一百元就變成千多 千多又十幾倍 很厲害的了 那時候兩萬多 兩萬多 兩萬多有十幾倍 一百元一條三川一個 關波膽 分張收幾十萬 很小 所以有時候 真的要講靈感的 那天我說 你網上買那個三比一 是有靈感的 我們買三比三比一 或者四比一 我們失蹤 是有靈感的 特別有很多 大家有用功 譬如學佛的人 你又用功心去清 你看到世間很多事物的緣起 那你一看起來 你就會看到 所以那個節目 我都有講 台長問我 怎麼看 《未來的局勢》 我什麼都不怕 是怕北朝鮮金仔搞事 哇 這兩天真的搞事 是吧 那我過幾天 就回到香港 那兩天都會做節目的了 那些台友 《大細小台友》 最緊要記得 就是要 那兩個日子 盡量能夠 然後呢 就祝福那些家人 還有回向功德 給那些祖先 在我台 有登出來的良辰吉人 大家好 利用那些時間日子 做一些好的修辭 為世界祝福 因為年世的時間 我們束手無策 是佛祖交代 他這個是第七的方法 最後的方法就是作法 唯有利用這個行門 希望令到大家 有緣份參加我台的台友 都受的衝擊比較少 好 多謝大家 補充一句 就是警察部還有一個 三大高手之一 講打得的就是彭錦發 他是王順亮的徒弟來的 是詠春的 即是當年就是 警察部三大武林高手 萬榮街 潘福熙 彭錦發 三個都能打得的 很聞名的 老一輩的前輩就知道了 好 多謝大家 也會請你 ір個市場 儘行 shoots 強制 揀 煩 ffee 角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